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M度疫情持续扩大 而且传染途径也更具有威胁性 新型的变异株 EB型病毒 不只是在非洲大爆发 更是扩散到了瑞典 现在也入侵亚洲 还有感染科医师就示警了 这种新的病毒还能够透过飞沫传染 国内的专家就示警 日估这种新型的病毒株 不但传播的速度会增加 规模也会加大 台湾恐怕没有办法脱离威胁 近期席卷非洲的新型M度病毒 持续扩散 接瑞典出现个案之后 如今也入侵亚洲 在泰国监测到境外一路个案 都是确诊传染力更强的 EB型变异株 麻烦的是它还可以透过飞沫传染 更具有威胁性 比较特别是它强调面对一面 包括讲话 包括呼吸 所以他们提到是不是有可能 有一些呼吸道的分泌会有一些传染性 我一定会比过去的传播还快 而且我相信它的规模一定会比第一次还来得大 台湾不可能完全都会脱离它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威胁 过去2B型M度病毒株主要的传染途径是透过亲密接触 而这一个平均致死率高达3.6%的1B型M度病毒株 已经进化到具有飞沫传染的风险可以透过体验 呼吸道飞沫在内的人体分泌物以及受污染的物品来传播 这也让扩散风险标增 除了儿童年轻个案增加之外 女性患者也有变多的趋势 假如说在公司里面的比较靠近的 那比如说把小孩子抱在怀里啊 他跟流感或新冠这种大家俗称觉得像是飞沫传播 可能擦身而过这个是完全不同 M度他要能够透过这个飞沫传 还是要在长时间而且是非常近距离之下 一是预估传播方式不至于像流感新冠一样 只要搭个捷运就有机会感染 还是需要比较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 但随着感染途径增加专加担忧新型的M度病毒 恐怕也会提高全球传播趋势 威胁不容小觑 记者魏婷王秋明 特报道